這個差不多打扮的人 一個斜揹著長槍的人 對那個麻哥問 喂 麻子 年輕人發現什麼 麻哥沒採他 只是另裝頭 然後帶著兩個人 無精打手地碰行碰過 王猛再仔細看一塊大石 發現大石當中 被人畫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洞 從他這個角度看過去 還可以隱約看到裡面的機槍窗口 王猛心想 王家債這樣的卡度 應該有不少的 難怪不得肯定搞我們 現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半山腰 如果要硬攻的話 就我們現在的裝備 不知要死多少人 才可以把這個山口拿下 所以他現在說要上山 唯有想辦法 把木牌蒙運過關才行 於是 王猛撲下的腰 輕手輕腳 向山下走一條路 捐入了 茂密的樹林當中 而王猛 在樹林當中 蹲了沒多久 就聽到遠處 傳來非常難聽的歌聲 而且是越來越近 好像還是 衝著這個方向來的 他就從樹木的那裙當中 望了去看了 各位 那你說 黃猛會看到些什麼呢 我們就留下集再說了 第四十五集 上次說到 黃猛跟到王家寨門口 看到那邊把手心嚴 如果正面進攻的話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唯有想著 拿回一塊黃字木牌蒙運過關 當他躲在草叢的時候 看到一個喝到啪啪呼的男人 搖一搖一搖一搖 竟然走到他 不夠五米遠的地方 黃猛一眼看到了 那個醉酒佬的腰上 竟然掛著一塊 黑著黃字的木牌 這次送到上門了 怎麼又說不吃的道理呢 正當他準備採取行動 想說搶木牌的時候 那個醉酒佬 好像感覺有危險 還是不知道怎樣 走到沒有多遠的時候 突然停在腳步 黃猛以為 那傢伙發現了他 但是只見那傢伙 向四周圍望了兩眼 然後拉開一條褲 開始就蛤尿了 哈哈 黃猛笑一笑 心想 真是奇怪了 好像這群這樣的土匪 竟然還知道害羞 真是不可思議 於是輕手輕腳 慢慢靠近他 然後突然從草叢中飛出來 一手掀著他的頸 另一隻手掀著他的嘴 迅速將他拖回草叢 然後一脫中魂 順便拿到腰筋的木牌 然後換上他的衣服 最後再用繩索把他綁一塊 然後用爛布塞住他的嘴 搞定之後的黃猛 拍拍身上的灰塵 然後慢慢走過去 先前贊道的關卡那邊 只見那個斜揹著槍的人 正蹲在岩舍旁邊吸煙 一見這個大隻佬走過來 立刻舉起自槍 向同伴洗個顏色 然後用槍對著黃猛 大喊話 喂 誰啊 站著不要動 黃猛扯開了衣服 露出腰上的短槍 笑笑口地說 哈哈哈哈 兄弟不要緊張 自己有啊 那個守門口的人 仔細打量了一下黃猛 一眼就看出了 他腰間上的木牌 然後伸手摸摸後尾枕 好疑惑地說 咦 自己有 好像沒見過你那樣的 哈哈 你現在不要見過我了 不過剛才回來的麻哥未必了 那個揹槍的守門人 一聽這個人說認識麻哥的 立刻就打消了疑慮 心想認識麻哥應該是自己有了 於是搖一搖頭 黃猛繼續說了 這樣的 我剛剛才跟大當家 大當家派我和麻哥 一起負責後山的房墓 哦 這樣啊 哈哈 難怪剛才那個麻子 垂頭喪氣 原來大當家不信他 派了個幫手給他 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和他一起上山呢 哦 剛才我去草叢方便 一出來 他們就無影無蹤了 嘻 搞什麼 嘻嘻 麻子是這樣的 有時候 都不可以講義氣 對了 你上山之後 幫我和麻子講聲 叫他晚上早點過來接耕 黃猛應一聲好啊 然後慢慢向山頂走過去 他心想要救林營 就一定要想辦法 找到那個石頭 因為只有那個石頭 說見過林營 知道他藏在哪裡 這個時候 讚道上面來來往往 拿著長槍的人越來越多 他們見到對方腰上的木牌 都相視一笑 黃猛雖然生臉口 但腰上掛著木牌 再加上懂得麻子和石頭 所以很輕鬆地過最後幾道關卡 而一個最後一道關卡 條路是越來越闊 清風罐的三個大字 更加越來越清晰 甚至可以看到了 那道古色古香的大門 黃猛知道 就快要到頂了 而就在他想著 怎樣可以找到石頭 而發牛豆的時候 竟然遠遠看到了 麻子從道罐走出來 估計他應該 剛剛和妖道報告完山上的事情 黃猛馬上快走幾步 跟過去了 這個黃家寨 只不過是清風罐的幾座殿堂 和清風道長自己搭建的屋組成 這個清風道長幾聰明 他知道這裏地勢險惡 疑守難攻 所以布防的兵力 都是佈置在特別險要的道口 而黃家寨裏面 就沒有什麼雕捕工事 反而還有各種商店 村門就販賣在山下搶到的東西 只見那個麻子兜兜轉轉 去到一棟長長的屋樓面前 這棟屋樓 外邊是隨便用灰布包著 似乎為了冬天的時候可以擋一下風 黃猛心想 就這樣跟進去找石頭 之後後引起疑心 然後他又想 無論如何那個叫石頭的人 很可能一直不出來 他要吃飯要方便 亦都要出來休息一下 而沒多久 那個矮仔走出來 只見他走一半截路 又回到去 過了一陣子 石頭就出來了 黃猛見石頭出來 暗自高興了 立刻走上去 故意驚訝地叫 這不是石頭哥 石頭仔細打亮了下黃猛 覺得不認識他的 於是摸摸後尾枕 疑惑地說 這位大哥你是 我知道你不認識我 你是跟麻哥的 石頭見這傢伙認識麻哥 又掛著木牌 同樣打笑了心中的疑慮 於是說 沒錯 你怎麼認識我們 是這樣的 我剛剛投奔大當家 新入伙的 這班手足 都說石頭哥仗義 那我就過來看看 哎呀 果然名不虛傳 英雄本色 石頭聽到這樣 然後露出驕傲的神色 黃猛繼續說 石頭哥 你去哪裡 哦 肥仔哥叫我去買酒 哎呀 哎呀 這樣就對了 我也想買煙 我們一起去 路上我們都好好聊一下 哎呀 好啊 兄弟你看個樣子 剛剛上山了 哎呀 那當然了 我怎麼敢握石頭哥呢 大當家叫我在轉轉 叫我素色一下情況 先 石頭露出頭說 是啊 這裡很多東西學的 好了 跟我來 啊 對了 你怎麼稱呼啊 黃猛想都沒想 答到就說 叫我 虎子呢 各位 那到底 黃猛化名為虎子之後 在黃家寨的行動 有順不順利呢 我們就留回 下次再說了 四十六集 上次說到 黃猛化名虎子 跟著石頭 深入黃家寨找林盈了 黃家寨的小店 和鄉鎮的小店 差不多幾多 貨架是木頭製的 上面是戀七八糟 什麼都有 櫃桌的黑色油漆 幾乎全部脫落了 哎 上面放著些蒜盤啊 青鎚啊 那樣 那個老闆 戴著個金絲眼鏡 手裡拿著煙袋 不斷躺在搖椅上邊 他見到 石頭和黃猛走進來 站起來 向石頭說 你的肥仔哥呢 哦 他有點不舒服啊 哎呀 他答應給你走錢我的 哎 他本來說要來的 但是不舒服 所以叫我和你講一下 說再拿一瓶酒 明天再一起結束 那個老闆 眼鏡一翻 跟著繼續說了 哎 不行不行 他前前後後 欠了不少錢的了 哎呀 就一次這麼多了 算是給個面子的石頭 那個老闆 眼睛又一翻 準備說什麼呢 只見石頭旁邊的黃猛 從個袋裡 摁一塊大羊出來 這些錢 可不可以買一瓶酒啊 那個老闆拿起大羊 吹了一口氣 然後滿面堆笑 對石頭他們說了 嘿嘿嘿嘿 石頭哥 你有個這麼豪爽的朋友 為什麼不早點說啊 黃猛就回答他說 嘿小廢話 拿包煙 再蒸幾個 配酒的小菜 那個老闆 把大羊放進袋 好開心的拍一聲 然後轉身去做事 而石頭就好感激地 跟黃猛說 哎呀 兄弟 要你破廢了 嘿嘿 我們兄弟沒有計的 這些事不要放在心上 就是這樣 兩個人拿著酒和下酒菜 回到竹樓 黃猛發現竹樓 並排放著五六張床 一張大桌放在中間 這個時候 麻子哥看到石頭 把酒菜拿回來 鬼那麼開心 然後對那幾個 睡在床上的男人 大手一揮說到說 喂 起床啊 過來吃東西 而石頭的手一擺 指著黃猛對大家說 這頓酒是虎子哥請我們喝的 麻子看一看黃猛 發現他腰上有木牌 但都很疑惑地說 哎呀 這位兄弟很生臉 是啊 剛入伙的 麻子哥 這頓酒錢他給的 都算是跟我們擺碼頭 麻子現在見過肥仔 已經坐在酒桌上面 口水流出來 還沒想到這麼多東西 立刻都一齊走到桌前面 拿起雞給你吃起來 還一邊吃 一邊黃猛說到說 嗯 喂 吃吧 不要站在這裏 唉 我是這裏的隊長 他們叫我麻哥 我說的 以後這裏就是你的家 黃猛聽到之後 扮了開心地說 哎呀 多謝麻哥 然後快步走到桌前面 一起吃了起來 沒過多久 桌上的酒菜被大家一掃而空 大家各自散了 而黃猛站了起來 走了幾步 走到那張很暖的床上面 一份 嘆了口氣說到說 唉呀 山上什麼都好 就有一樣不好 是什麼 虎子哥 嘩 這裏沒有女人啊 啊 是啊 虎子你說得對 我們這班人 上山入伙 唉 都有生活所迫 到山上找一口飯吃 都不知蹲得多久 哼 說不定哪一天 你軍隊圍剿了 誰會把老婆小孩帶來這裏 麻子是啪啪石頭的頭 笑著講話 哈哈 唉 虎子講那些 不是你說的那些女人啊 黃猛笑一笑指著麻子 然後講到話了 哈哈 還是麻哥了解我 對了 我們鎮上有一個脆肉樓 那裏的妹妹仔 個個如花似玉 美艷動人的 一到夜晚 生意就好火爆的了 唉 鎮上有錢人 整天都在那裏聚集 喝酒啊 吹水啊 好爽的 麻子就講了 唉 是這樣的啦 有錢人就肥到流油 好像我們這班人 為了生存 只能夠落草為寇 而石頭走去床邊 便會問了 喂 虎子 我想問問你 那些脆肉樓的姐姐仔 是不是給了錢 就可以給你 呃 什麼的 哦 當然啦 那些都是風塵女子 來的 她們就靠這件事 賺食 啊 虎子 你說她們這麼靚 具體靚到什麼程度 啊 黃馬雅裝浪 拋頭的樣子 然後就說 嘶 啊 我真的沒見過 比那些脆肉樓的妹妹仔 更加靚的女人 石頭聽到這樣 靈了頭 然後就說 嘶 嘶 不可能的 嘶 我不騙你的 麻子就笑了 哈哈 看樣子 虎子你經常去那裡玩 是不是 當然啦 我基本上喝一點酒 就一定會去那裡 找我的老相好 燕雲的 哎 虎子呀 你喜歡燕雲嗎 當然啦 她這麼靚 你想想 靚女 男人不喜歡的嗎 嘶 啊 虎子呀 在這裏 我見過那個女人 我覺得 和脆肉樓的姐姐仔 比起身 靚得多多聲 黃猛知道她說的是林瑩 筆勞性色 故意就說了 哦 我相信世界上 有比脆肉樓妹妹仔 更加靚的女人 只不過 在這裏 我就真不相信了 然後裝傻了 咦 好像突然有什麼樣子 大聲喊 哦 我知道石頭 你說的是誰 是當家 剛剛捉回來的女人 是嗎 石頭 露了頭說 是啊 是啊 哎呀 真是這麼大個兒子 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 哦 我聽那群手足說過 他們都說那個女人很漂亮 但是我沒見過呢 麻子是答嘴 那個女人 被大當家收起來了 現在灌頭的客房 大當家不敢動她 嘻嘻 怕激怒共產黨 咦 怕激怒共產黨 那為什麼又捉她回來呢 哎 那我不知道 黃猛聽到這樣 心想這個大當家 好像有點問題 既然怕激怒共產黨 但是 為什麼敢動林瑩呢 這個舉動 似乎有點不合邏輯 各位 那到底黃猛最後 又找不找得回林瑩呢 我們留回 下次再講了 第四十七集 上次講到 黃猛成功找到了 麻子和石頭 亦都打探了少少 關於林瑩的東西 這個時候 麻子的天色不早了 跟石頭說 石頭啊 你和肥仔早點過去接耕吧 如果不是仇七那個臭小子 又罵我們了 那個矮點得的肥仔 聽麻子話叫他去接耕 心想這個夜晚 這麼死凍 要守在荒郊野外 根本不是人造的 想想下 有辦法了 大聲喊到 哎呀 麻哥 我肚痛啊 要餓屎 你找人幫我頂一下吧 然後轉身就走了 麻子一聽肥仔這麼說 哼 知道這個臭小子又搞鬼 有點不開心了 喂肥仔 你除了吃東西積極點之外 做什麼積極的 哎呀 我們兄弟啊 不知幫你頂了幾次肝的了 尼老尾真的不知足 而肥仔 假裝聽不到 不停地跑出屋 站在旁邊的黃馬的森林 暫光 可以了解黃家寨的地形 再加上石頭 是知道林營下落的人 不可以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 於是和麻子說了 麻哥 你看這樣行不行 我晚上都沒什麼搞 待會我回去和隊長匯報一下 不如讓我頂看肥仔 你看好不好 麻子正仇著找哪個兄弟去頂肝 聽到黃馬這樣說 哪有說不同意的呢 於是又開心地說了 哎呀 那就多謝父子老弟了 石頭見到麻子摁了頭 好開心了 背上長槍 向黃馬一揮手 跟著說 行咯 就是這樣 黃馬跟著石頭走出竹屋 兩個人走到清風館門前 黃馬準備下樓梯了 石頭問 哎 虎子哥 你不是去跟小隊長請假嗎 黃馬就裝模作樣說 哎呀 石頭 你看我 沒有記性的 然後 硬硬轉身 走向清風館裏邊 黃馬心想 進入了清風館 蹦一蹦出來就是了 石頭怎麼知道我在裡面搞什麼呢 而 當他進入了清風館之後 發現原本站在樓梯的石頭 望了望天色 竟然轉過身 跟過來 搞到黃馬那些不知所措 這個時候 江口館裏邊走出一個人 只見他們跟石頭打扮差不多 都揹著長槍 黃馬想了想 靈機一動了 從個袋裏邊 拿一塊大樣出來 快步走到幾個人面前 指著接下來的石頭說 哎 我這位石頭哥 認識你們很久了 他又很敬佩你們的 今天手風特別好啊 贏了幾個錢 特意叫我過來請你們喝酒的 那幾個人好錯愕 只不過見到銀紙了 哪個還會介意的 只有傻仔才會懷疑 那為首的大隻佬 就飛這麼快收銀進袋 然後一邊衝著跑來的石頭笑一笑 一邊跟黃馬說 哎呀 今天多謝了 黃馬就順勢跑回石頭那邊 一邊走一邊說 行啦我請好家的了 而石頭見前面幾個人 跟他笑 那就更加不懷疑了 將黃馬拉入大門的左邊長廊 細細聲說 喂 虎子 想不想看下那個美女啊 黃馬想 哼 這些不只是我想要的嗎 只不過 他就故意裝傻地說 哎呀 那條女兒雖然美 去看下當然好 但是我們 不能擔誤正事的 阿媽哥不是叫我們早點去接耕嗎 哎呀不要緊的 現在還要早啊 那我就聽石頭歌了 來跟我來吧 清風館的主體建築 是依山而建的 至上而下 依次就是樓 這個層面的 狼 段 要佐尺 廟 是獨具一格的道教建築風格 主流 就在皇家山最頂封 裡邊供奉著灰星神 而再下面就是榮士和樂真兩座大殿 供奉着一系列的道教神仙 最下边的门殿 也就是黄猛和石头 现在所在的殿堂 供奉着大型道教法神 张天师 就是这样 石头带着黄猛 转来转去 穿过了长廊 去到一个小庭院面前 只见过小庭院 圆形的门洞面前 站着两个渣枪的人 装束打扮 和石头差不多 黄猛就问 咦 他们给不给我们进去的 石头笑了笑 指着那个矮仔说 嘿 那个小小 和你从小玩到大的 你说行不行 啊 不知道行不行 当然行 昨天我才去完看过来 哦 石头哥 你这么厉害的 那当然了 老实说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兵 我喜欢了她了 哈哈 是吗 不怪得山长水愿都过来看她了 让我开下眼界才行 让我开下眼界 那两个拿着枪的人 放弃弃弃的喊 是是刨哥 各位 似乎这个刨哥很把炮啊 那你说黄猛 能不能弄她好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了 第四十八集 上次说到石头和黄猛 想我进去看林营 谁知杀出了一个刨哥 刨哥叫那两个守卫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如果不是的话 当家拿他们的命 听到刨哥这么说 石头翻面就立刻变了 看上去有点失落 然后她就跟黄猛说了 哎呀 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蛤 为什么石头哥 不来都来到了 怎么也要看看吧 哎呀 虎子 你不看现在什么情况 就算我们想看 我那个朋友也不会答应的 嘿 不试下怎么知道呢 嗯 那又是吧 不来都来了 好了 我们试试她 不让我们看 我们走去吧 而正当他们准备走过去的时候 只见一个 拿着一篮饭菜的人 走到两个门位面前 然后说到说 大当家说了 那个女人 整天没吃过东西 不可以让她饿死的 如果饿死了 不是说玩的 那个矮仔就苦瓜地口面了 哎呀 那她不吃东西 我有什么办法呢 哎 那些是你的事 我负责传话的 至于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来 嘿嘿 然后冷笑两声 转身就走了 石头看着她走开了 才拉着黄猛走到门位面前 对那个矮仔说 小枫吃饭了吗 哎呀还没 呃这位是 石头指着黄猛的腰牌说 这位是虎子 刚入火的兄弟 喂 小枫啊 我们想再去看看 小枫还没回答她 而另一个站缸的人就说了 石头啊 今天不行啊 刨哥哥哥哥哥才来过 跟我们下了死命令啊 石头见到这样 知道很难进去 于是准备转身走了 而旁边的黄猛 就立刻走向前 跟那个人说 兄弟 我石头哥难得过来一次 再加上那女儿和石头哥 你明白的啦 然后黄猛一边说 一边拿出大洋 那些是请两位喝酒的 那两个门位见到大洋 面上都露出了 贪淋的神色 马上就笑到杀熟狗头一样 只不过 好多久之后 又面露蓝色了 黄猛见到这样 故意就转过头和石头说 哎呀 石头哥 看来没行的了 我们走了 然后就把大洋放回袋了 正当黄猛和石头 准备走的时候 那个门位就对小枫说 哎呀小枫啊 你看石头他们都不是外人 大家都是兄弟 而且石头和你从小玩到大的 小枫吓了头说 哎呀牛子哥说得对啊 是咯是咯 既然他喜欢看那女儿 让他看看咯 反正大当家现在和刨哥吃饭 他们不知道的 小枫就立刻叫着石头 哎呀石头 喂喂喂喂 我们这么多年兄弟 怎么会说不帮你 你想我看看就看看咯 石头一听说可以进去 好开心了 哎呀 那我多谢小枫兄弟了 哎呀是咯 我刚好要送饭给女人吃 我们一起进去吧 黄猛是很会做的 立刻拿回大洋出来 塞他小枫的袋里面 然后笑一笑 说一声多谢风哥 而在房间里面 林盈正在派在桌上哭 只见这间屋放着一张大理石书桌 上面是十方宝宴 场上挂着山水图 屋的中间是一张圆桌 挖着圆桌的 是一张花式皮肉的大床 这个时候 林盈听到敲门声 他随手拿了茶杯 不停车过去 那个茶杯撞到门之后 跌了落地 屁力啪拉今天就跌到烂了 黄猛他们三个 听到有打烂的声音了 立刻推门走进来 看到地上是一只烂杯 然后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了 只见小枫把饭菜放在桌面 小声说 哎呀姑奶奶 吃点东西行不行啊 不吃啊 桌子啊 正当他准备把饭菜送到地的时候 只听到一把熟悉的声音 石头哥啊 这个女人这么狼死的 跟我想的不同啊 林盈跟着把声望过去 只见黄猛穿到烂身烂细 和某个小孩站在门口 而黄猛的眼神 还扮得很好奇地望着自己 林盈见他这样的款 看上去霉霉霉霉的 撐着Kid声笑出来 心想这个黄猛肯定来救自己的 心中马上升起一种 甜思思的感觉 只不过 令他感到好奇的是 黄猛身边那个年轻 不知为什么呢 也是两眼放光地看着自己 好像 懂得自己一样 黄猛的林盈认到他 面上露出思笑意 然后跟小枫说了 唉 这个女人不吃东西就不吃咯 你拿走是咯 讲完之后 又阴阳怪气地自言自语 唉 这个人不吃东西就没力水 没力水就走不脱了 那多好 林盈心想 黄猛说得对 他要救自己 难道还要背自己下山吗 不吃东西就没力水怎么可以呢 于是跟小枫说了 东西放在这里了 然后我冲黄猛一瞪眼 故意大声说道 滚了滚了 见到你们就生气了 那个小枫 立刻吻了吻发跟牛头的石头 哎 石头 我们走啦 这里不可以蹲那么久 出了事的话 我搞不定的 黄猛也吻吻石头说 哎 石头哥 天色不早的了 我们还要换坑 不是那个死人仇七 又找麻哥麻烦的 啊 石头这个时候才回过神 特意在林盈面前 扮着老迹的样子 向黄猛喊话 啊 夫子 你在前面带路 我们走吧 各位 原来林盈真的安全无事 那你说 黄猛可不可以救他出去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啦 第49集 上次说到 黄猛又撞回林盈 而确保他没事之后 准备就跟石头他们回出去 而走黄猛关门时 他静悄悄向着林盈笑了 而林盈看着他们走了之后 心中暗暗发笑 心想这个黄猛属什么呢 他真是什么都做得出的 整天扮鬼扮马 最过人的是扮什么似什么 哼 他现在这个死样子 呜呜呜呜呜呜 真是过人了 黄猛和石头 走过几道关卡之后 来到半山腰 那个仇七 早就等到不耐烦 他见到石头之后就骂了 哎呀 你个死仔 这么久才来的 我快饿死了 嘿嘿 七哥七哥 你知啦 这些食饭本身是好夜的 我都是爬了两口饭 就过来接你这家的了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快点啦 我要去喝酒 就是这样 石头和黄猛就走入石栋里面 只见合宅的石栋当中 放了一张木枯 几个弹药木箱上面 放了一把折撻轻机枪 窗口就顺着石头当中的洞 一路伸出去 石头 听到天晚上黑下来 把桌上的油灯点亮了 而遮住油灯微弱的灯光 黄猛就发现 洞落角落头 还铺了一张草籽 草籽上面还摆着一张军用毛毡 和那些干稻草 他心想 这个清风妖道也挺懂计数的 有了这些东西 那些暂光的人也没那么冷 而很快就入夜了 月光就升上云层 满天就繁星 洞外一片漆黑 那阵阵寒风吹过来 同时夹杂着一声一声的狼叫声 黄猛心想 要作个借口离开才行 去清风罐那边摸摸底 万一到时真的打起身 知己知彼的百贤百胜 于是跟石头说 石头啊 我要去方便一下 顺便拿起一件衣服 否则不然 这么冷 熬不到明早 石头看了黄猛 看到他的衣服真的很薄 于是说 好啦 四周黑妈妈的 你路上小心点 黄猛应一声好之后 接着拿着火把 走出石洞了 怎知走到洞口 石头说 黄猛 黄猛问做什么 石头轻轻笑了一下 然后说到话了 对啦 虎子啊 你去徐房看看 顺便搅拌点菜回来吃 黄猛吁了下头说 啊好啊 如果徐房有我就拿过来 如果没有的话 不会败我的 好了好了快去吧 黄猛拿着火把 走去赞道上边 那些手关他的人 看到黄猛和石头一起来 所以现在看到黄猛一个人都没有围围他 只是問他上山做什麼 王猛就說 隨風找食物 那群守衛平時都經常這樣做 所以就沒有人懷疑了 而沒過多久 王猛倒了清風館 他將火巴按熄了 藉著微弱的月光 翻過了院場 再穿過清風館面前的大殿 一眼就看到 就在沒多遠處 在一層薄薄的霧崖當中 一座殿堂 飛立在懸崖之上 屋子的尖尖頂 好像鶴頸長身那樣 遠遠望過去 再加上雲霧遼妖 那座宮殿 簡直是天庭的仙境那樣 在一層薄的霧遼妖 一層薄的霧遼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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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薄的霧遼妖